感谢您对Avif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vif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有关未来7到10天的一个讯息哦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值得期待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已经抽好牌哦 四组牌大家可以来做选择1234 然后我们会先从财运看 然后再从工作运 然后最后看恋爱运的部分哦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podcast 晚上就是这个tarot看完了以后可以听podcast podcast的部分呢 讲的是这个太阳的这一颗发光体 太阳这个发光体 太阳不是行星哦 太阳这个发光体呢 落在每一个宫位 一宫二宫三宫四宫 然后总共12个宫位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哦 那今天上的这一个 这一集呢 讲的是太阳落到了第一宫 第二宫第三宫 以及第四宫哦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想要知道 哎我的太阳落在了 这前面四宫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思呢 就可以去听听看哦 好那么 废话就不多说 时间轴我会写来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message的地方 然后直接时间轴上面也会有哦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你的财运的部分哦 有没有破财的可能性呢 哦哦 未来七到十天 有可能破财可能性 但这个破财是怎么样呢 花在这个旅行哦 travel 的上面 或者是说 呃就是你可能出国啦 或者是你去旅游啦 呃你的你的这个财 破财的可能性 比较是在这个地方哦 所以呃不见得你是 未来翘的十天 就是要出国或旅游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 你未来翘的十天 就订了机票 订了旅馆 什么这一种哦 所以破财的可能性有 但是他的 他破的地方呢 是这个出游 旅行 呃跟这一些相关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呃这个 是不是合作投资呢 OK 投资 可以耶 yes 而且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two of cups啊 所以呢 你很适合去找那一种 嗯 嗯 跟人家一起合作啦 合伙啦 或者是说 你可能有机会找到一个 还不错的那一种 对理财很有观念的 我们不要说是什么理财专家 因为我不觉得 不见得所有的理财专家都很厉害 但是你可以知道 就是对金钱很有概念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呃 也许他会给你一些 还不错的建议啊 嗯 或者是可以考虑的一些东西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适合去做投资哦 或者是说 你会碰到对金钱 还蛮有概念或观念的人 或至少跟你有共识 就你们 呃 对投资的一些想法 什么类似哦 所以你们可以去切磋 然后去去看说 哎 我到底哪一个方面比较好 投资什么东西比较好之类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工作的方面有什么样子 注意的地方 会有什么讯息哦 哇 你 一号牌子也太神奇了吧 你们拿到lovers 和two of cups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在工作上面 lovers这张牌比较有趣哦 因为是在工作上面 代表 你未来七到十天 在工作上面 会有一些抉择 是需要去做的啊 有一些抉择 当然啦 这个也有可能 有一些什么职场恋情啊 什么这个 也是有可能哦 那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说的 有很多的选择 或抉择 嗯 需要 或者是种 decision right 决定你需要去去做的 或者是说 也许有人来挖脚你 然后可能想要让你去他们的公司 什么之类的啊 那所以你现在就觉得啊 我现在是应该要离开 还是要去跳槽去别的地方 或甚至就是你对这间公司里面有一些决断啊 决定啊 什么东西你需要去做 那当然也有可能你现在对这间公司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喜欢了 所以人生正在面临一个 嗯 这种交叉路口 在抉择说 哎 我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在这间公司工作呢 还是应该在另外去寻找我想要做的东西哦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哦 如果呢 呃 你是这一个正在学生 right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 有什么样子的讯息给你们呢 哦 未来七到十天哦 这边是一个ten of wands 是一个权杖石哦 所以代表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学业上面会感觉到压力有一点重哦 或者是说嗯 责任感 不是责任感 很多的责任 很多东西要学 呃 课业非常的繁重 你可能现在精神压力也许也很大 right 呃 背负了非常多的东西 你可能呃 别人对你很多很多很好 一些 一些很高的期望 你必须想要去做一些符合啦 之类的 所以背负很多东西哦 在你的学业上面 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也很多的压力 我需要考的好一点 或者是说啊 我应该 我想要去一个很厉害的公司啊 或者是呃 我想要进到一个很厉害的科系啊 很厉害的学校啊 什么之类的 嗯 给自己很多压力 就是啊 我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目标之类的啊 所以这个的话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 就是要懂得去释放你的一些压力哦 呃 有的时候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 那所以不见得一定要一直埋头骨干 一直念一直念 适当的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有未来七到十天 有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工作呢 哇 有耶 yes ok 这个工作的话很有可能是 嗯 judgment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呃 就是审判嘛 审判它有几个意思哦 第一个呢 呃 审判它可以是曾经 就第二次很多人会把它说就是这个是一个second chance 所以有可能你之前的呃 可能你放弃或之前就哪一个公司说啊 嗯 哦 我们现在暂时先就是找了别人或什么的 也许那个公司会现在回来就说啊 我们现在有别的空缺 你要不要来实际的是不是实际就呃 面试啊什么之类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我最近刚好就有听到就有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OK 或者是说你之前可能pass掉的一些公司 那你要不要这一次再试试看 可能你之前觉得啊 我 嗯 我不 可能你不想要去投递 或者是说 哦 你你觉得 也许不会上户 whatever 你那时候没有选择去投递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 不然像时间你可以再试试看 这一些公司你之前可能pass掉的一些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嗯 爱情的部分哦 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们呢 未来七到十天你们脱单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呢 未来七到十天脱单的可能性比较偏低哦 这个是一个no five of sorts 嗯 可能你喜欢的人是有 有你可能有情敌啦 或者是说 嗯 你喜欢的人 这个很有可能哦 如果啦 我现在是说 如果你有已经有喜欢的人 因为你有可能担心是没有任何喜欢的人 那未来七到十天遇到 呃 对的人啦 或者是说 遇到一个还不错的人的 几率是比较偏低 但如果你可能 比如说现在是有一个 暗恋对象之类的话 对象 对方可能 嗯 就是 目前 没有 想要谈恋爱的打算啦 或者有可能 你们两个的 呃 就是 不在同一个page上 OK 就是他可能 没有像你喜欢他 喜欢你这么多之类的啊 所以 但有几个不同可能 但反正就是 未来下十天脱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呢 有没有机会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啊 有位 Ace of Swords OK 保健一新的开始 而且这个呢 暧昧的话 这张牌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你现在是正在暧昧 有时候是会很冲昏头的状况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有机会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 而且你们是非常理智 非常理性的 去想说 OK 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不是那种冲昏头 然后没有看清楚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是反而还对对方开始 真的是蛮了解的 然后你们可能 很多的观念 三观都是一致的啊 所以呢 这个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现在正在暧昧当中 非常有机会 能够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 有什么样的讯息呢 OK 未来七到十天是一个 金币二 金币二通常代表的是说 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有很多的东西 你可能需要一起 这个东西叫做 我们英文有时候就想说 You're trying to juggle a lot of things 这个把球这样两个这样子 这个 丢的这个 这个 action 这个动作 就叫做juggling OK 那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可能就是同时间 需要去 顾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可能非常的忙碌 可能你需要家庭 还有工作要兼顾啦 或者是你自己的家庭 跟你 原生家庭 你需要 我所谓的自己家庭 你可能像 如果已经结婚了之类的 或者你现在跟你的这个 男朋友女朋友 没有建立的这一个 这个新的家庭 可能你还要去兼顾你自己的家庭之类的 或者是他对方的家庭 就反而很多事情 你需要去同时间去兼顾 非常有点忙不开 忙得不可开交 或者是说需要 需要有点分身乏术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我也会建议跟这个 全唱十一样的 记得要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 不要太逼迫自己做太多太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量力而为 然后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做的话 可能你也要跟对方说 sorry 我可能最近没有办法 ok 我很想要帮 或者我想要做 但我可能心有余额力不足 那你看看我之后的时间 安排怎么样的话 我可以再试试看 所以这个的话 比较是这样 就是你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平衡 看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里面 或者是你自己的时间 把你自己的时间给他人的这个状况 你是要做一些平衡等等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联的状态的话呢 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有多高呢 有诶 Temperance 是一张大牌 ok 未来七到十天呢 诶 一号牌组你们大牌还真多诶 一二三四诶 ok 好未来七到十天呢 你们的这个 分手断联的群组 你们复合复联的几率是高的 那这个的话呢 你们这次复合复联的话呢 要注意这个沟通的部分 讲话的部分 因为这张牌 它是一个节制啦 所以节制你也看到 它是有两个水杯在对调 所以通常都会在讲说 是不是一个 你们的沟通的这个 你讲的东西 对方是不是真的可以理解 还有你看 这张牌也很有趣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半进一半出 你看它的腿也是 一半一只脚在水里面 另外一只脚其实在墓地 就是所谓的一种连接的一个状况 所以后来七到十天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连接 但是连接的时候 有的时候因为是 你看啊 它 比如说脚 一边脚踩的是地 一边脚踩的是水 也是比较不同的一些元素嘛 或者是你 你刚好踏在两个的中间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下 就我们刚才说的 你理解的 或你说出来的东西 跟对方理解 对方说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同样的东西 沟通上面是很重要的 还有是不是有共同的一些目标啊 这张Temperance的话 因为它是这个 跟这个木星有链接 所以也是跟 就是你们有没有相同的目标 对未来是不是有一样的看法等等 也要好好的去聊一聊 那如果都是差不多的话呢 那么你们复合复联成功的几率 当然就会很高咯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ok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二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财运的部分哦 有没有破财的可能性呢 ok没有破财的可能性 nice ok我们看的是这个no 那Ten of Swords的话 这张牌哦 我觉得是 你看哦 这上面写了ending ok endings and defeat 那未来七到十天呢 破财可能性比较偏低 有可能就是你看清了很多 很多的这种人事物哦 那通常啊 当然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看yes or no Ten of Swords 像出现宝剑牌 都会比较是有一些什么 这种血光啊 破财啦 什么这样子的哦 不过这边我们既然是以no为主的话 我们当然是这个 然后Ten of Swords这张牌呢 我觉得因为你看 它是这个十把剑插在身上哦 但当然它也是代表是一个结束ending的意思 所以可能之前哦 你的确经历了一个蛮 比较辛苦的一个时段吧 ok 跟财运的部分哦 那所以这个辛苦的阶段 马上就要过了 还有 我觉得这个宝剑的这个牌插在身上的话呢 你可能之前很多的破财 也跟是这种可能性错人啦 小人啦 什么这些有关哦 所以你现在也是越 就更清楚的明白的 知道有一些人性上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也比较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相信一些人 所以你就可以避免掉一些这种 可能因为相信了某一个人 然后就就可能你可能借钱给他啦 或者是什么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 你比较能够守住你的财 而且你能够比较能够视清 这些人后面讲了这些话的心眼是什么 你就可以就可以比较了解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财运的部分还不错哦 我不能说还不错啦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说你中 你变更有智慧了 然后更能够试破很多很多的伎俩 ok 就是想要来骗你钱的那种伎俩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适不适合做投资呢 可以哦 ok 这个是amper 可以做投资 这个是yes 而且这个投资呢 你适合做什么样的投资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 母羊 火星母羊的一张牌哦 然后又是一个国王的牌 其实蛮适合去做 以稍微有一点点冒险性的 就是不能说冒险 风险比较稍微高一些的一些 这种投资标的物哦 你可能需要去胆子需要大一些些 ok 大一点点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讲哦 因为这边又是四号牌 所以呃 带有带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在这个稳定性的 之上呢 又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些 风险在里面的 就比如说啦 比如说我现在打个比方 我只是 真的是打比方 比如说你 你呃 比如说苹果 苹果的股票好了 苹果股票不是之前 就是他起伏动荡有点大 但是他一般来说 其实他还是算蛮稳定的 那只是你 因为他最近有一些问题嘛 那你只是看说 啊我要 呃 在哪一个时候进场 那他当然进去以后 还是会有 可能会再继续往下掉的可能性 当然是还有 可是实际上 他这个 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 所有的东西 其实是稳的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只是打个比方 不是一定要 不是要你就要去 投资股票或什么 就是任何投资标的 OK 好哦 所以呃 这个是这样子 可以去做一个投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呃 如果工作上面有什么样子 需要注意的地方 哦 或者是期待的 哦 9 of Wands OK 未来7到10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呢 还蛮有活力的 哦 还蛮有这个 行动力的 OK 你们能够很快速的下一个决定 然后可以马上就可以去把它做一个执行 哦 在未来7到10天还不错 但是这张牌唯一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 你们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太清楚 因为你你就是比较冲动派 OK 这个是未来7到10天可能比较冲动派 或者比较心急一点 哦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把一个东西想的太透彻 然后坐进去了以后才发现 啊 好像现在就有点动弹不得 因为都已经开始了 头已经洗一半的这种状况 然后你就觉得哦 哦 现在可能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 然后就变成需要去做一些后续的一些处理 或者是OK 那我们可能是不是 现在变成要做一些problem solving的一些东西 去解决一些碰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了 你不去做可能也不晓得会有这个 有可能这个是完全在你预料之外的一些问题 那也是有可能 但我觉得有行动力啊 有执行力非常非常的好 只是可能再多加一点点的 找一些土象星座比较强的人 帮你想到一些可能会有的一些状况 这样子的话你也不会碰到一个东西 会有点乱的手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 这个因为有可能碰到一些东西 就突然会让你觉得 你可能甚至会有打退堂鼓的这种 因为火能量很强的时候 通常会遇到状况的时候 就会想要 就想说不做了 想算了 那我要换另外一个路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的话就是 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你们可以先在事前有做到一点点的 做一些backup plan 或者是预料一些东西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 在学业上面有什么样子的讯息 Night of Pentacles 又是一个Night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在这个学业上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 你只要 应该是这样讲 你只要呢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有放精神 放时间进去的话 你绝对会看到实质的成果 也许短时间你看不到一个 很快的一个收获或什么的 但是你持续这么这样子去做 绝对绝对 你会得到你应得的一个成果跟效果在的 所以继续朝这个方向 你现在如果是在想说 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 这个方向是对的 而且你继续努力就没有错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高还是低呢 未来七到十天 找到工作的几率比较偏低哦 是No 他这边叫你move on 所以呢 有可能你现在执着在某一个东西 可能比如说某一间公司拒绝你啊 或者是没有 就是说 可能不是这么OK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你可能就是 啊为什么 然后一直想 一直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那个是一个 你很想要去的一间公司 或者是你很想要 得到一个面试机会的一个公司 与其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他也许你也应该就是 赶快去找下一个 OK 也许现在的这个时机并不是对的 像之前的话我有听过就是 去了某一间公司 但当时就是 可能就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吧之类的 然后就没有上 然后但是呢 后来那间公司自己来找他 然后 就是跟他联络说 我们现在有别的职位啊 或什么的 谁知道就回来找你了 这样子 所以就有的时候很难说 只要你的实力够坚强 就不要执着在说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你知道像 像演员这种 就audition那么多 我们有时候永远都不知道 他把你刷掉的原因是什么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不是跟你有关 而且这个的话 追求你的梦想非常的重要 很有可能你现在去面试的东西 这个也有一个讯息是 你现在去面试 可能只是为了钱 我现在很需要钱 只是找一个可以赚钱的就好了 可是这一张牌也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去找 你真正喜欢的 你追逐 去追寻你的 你真正喜欢 你真正想要做的 你梦想的东西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强时间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们 脱单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呢 是有脱单的可能性 有3 of Wands 已经可以看到 那么一点点爱描的 成长 或者未来翘10天 我觉得有机会 遇到一个还不错 可能感觉 有机会发展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3 of Wands非常的好 而且呢 这个人可能是这种 不跟你是成长背景相同的 有可能是国外的人 外国人 甚至可能是你出国去游玩 或者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人 艳遇之类的 等等 那当然 如果跟这都没有关的话 就是未来翘10天 脱单的经济还是很高的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的话呢 这个 有没有机会能够进阶到下一个阶段 有位 Page of Cups OK 这边也是yes Page of Cups 未来7到10天 你们会收到一个告白 可能是你要告白 或者是可能对方要对你告白 所以未来7到10天 有机会进阶到下一个阶段 而且这个是Page of Cups 所以也是一个 人物牌里面的 最最最最一开始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一个新的阶段的意思 Very nice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呢 未来7到10天 你们的这个感情 有什么讯息呢 OK 是这个Devil的一张牌哦 Devil的话 通常会出现的话 比如在工作上面 我就会讲说是这个 比较工作狂的一个状态 那未来7到10天 在感情里面 而且你们是稳定交往的感情里面 这一张牌 有几个不同的解释哦 你们看看哦 因为这是大众占博 第一个有可能的是说 你们有这种吸引力 性的吸引力 真的就是你知道密不可分 浓烈的这种吸引力哦 想要把对方扑倒 这个是其中一个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爱火很浓烈哦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们之间的话 爱火没有那么浓烈的话 那很有可能哦 你或者是你的对象 会在外面被诱惑 OK 会有一些人想要诱惑他 或者他会有非常多的 Temptations OK Temptations就是很多的诱惑啦 所以变成要去抗拒 这样子的一个诱惑 所以与其要让 你的对象 或者是你去 有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的话 我觉得你们 对这样子来说的话 你们应该要修复 你们之间的关系 看你们的 如果你们现在已经 对对方是没有什么 这么多的热情的话 然后这么容易被外界的东西 被诱惑的话 可能你们要回归看 自己感情里面 是不是 有一些东西没有解决啦 或者是应该要 坐下来聊一聊啦 所以这个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这算是一个小建议 我不是说一定会 但是有可能 未来超时天 是有一些可能诱惑在哦 如果你们的自己内部的话 是有一些问题 但我刚才讲过了嘛 第一个可能性是 你们自己内部就非常的 你知道 干柴烈火的话 那就不用害怕 外面的这个诱惑了嘛 因为最爱的是 里面的这个人 好 那所以还有另外 最后一个 interpretation 这张牌 也有可能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 对象 或你 工作上面 就是非常的 对工作可能会更在意一些 所以这样子的话 也很有可能 这种工作上面的一些诱惑 比如说跟工作上面的同事啦 客户啊 或者是什么厂商 whatever 可能有一些这种 暧昧的状态的话 也是可能要不要杜绝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后面的这两个的话 都不管是 是哪一个 就是还是要找到 根本的那个原因 就是你跟你的 对象之间的话 如果有一些东西 没有讲 然后是 就是这个热情 没有那么浓烈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 有一些东西 你们需要去讲开 或者是去 面对 OK 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呢 分手锻炼的群组 有没有机会 能够复合复联 OK 未来七到十天呢 这边是一个no 所以比较偏低哦 复合复联的几率 是比较偏低的原因 是因为 可能有一些心魔 没有办法克服 或者是 不太敢去跨出 那么一步哦 去做这样 复合复联的动作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如果你是想要 复合复联的话 几率是比较偏低的 好 这个就是给 二号牌组的一个解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们选择三号牌组的话 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 第一个要看的就是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 有没有破财的可能性呢 如果 maybe 有可能 会有破财的可能性 保健二 可能你们破 有一些东西 你们现在是正在决定当中 就是 到底 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个东西 到底要不要买 所以 还有点举期不定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破财的可能性 就是一半一半 因为 不确定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 还在一些挣扎当中 所以 我觉得 看你 就有点像是 水杯是50买 还是 空50 就是 用哪一个角度看 因为 可能有些东西 你是想要去买的 但是 因为毕竟还没买 所以你的财 暂时还是守住的状态 所以有点是这个样子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还OK 但是有可能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决定 比如说需要去花钱 做一些事情 花下去 当然就会破财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是一个 挣扎的时候 可能说不定 你有一个东西 你超级想要的 所以你现在一直 按耐住这种想要 想要去购物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 也是有的 所以 目前为止 看起来你们是成功的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适不适合做投资呢 哇 投资就抽到一个投资牌 未来七到十天 三号牌组 如果其他牌组 其他牌组 也是都可以去做投资 但你们抽到了投资牌 在问投资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绝对是 里面最 最应该去做投资的 这个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 在金币期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值得你做投资 放时间 放金钱进去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有想要做投资 你已经有一个 标地物 你想要去做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就是你的一个 go ahead 算是一个 sign吧 你可以take it as a sign 你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可以去 放手投资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工作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 要给你们呢 哇 Ace of Cups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 就是这种 满足感 都溢出来了 开心 就是你特别喜欢 在工作上面 可能工作给你 非常非常大的 一些成就感 喜悦感 总而言之 你的心情好到爆 在工作上面 未来七到十天 工作让你心情愉悦 非常的好 当然这张牌 也有一个可能 是 你可能有新的同事 新的老板 新的什么 或者是你有一个 去了一个新的职位 等等 所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 就是一切都还是新鲜感 很足的一个时候 所以 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呢 还有就是 这张牌出现的话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 交往对象的话 那就有一点危险了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 还是个单身的状态的话 这张牌还不错 也有可能有职场电竞 所以这个东西 你们看看咯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学业的部分 有什么要给你的讯息呢 OK 未来七号十天 7 of Swords 这张牌蛮有趣的 这张牌讲的是一个 我觉得 我常常都跟人家讲 你要work smart OK 不是要work hard 你要 你做任何的事情 要聪明的做 而不是用力的做 努力的做 所以 我觉得这张牌 就有点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在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学业上面的时候 要聪明 要抓到诀窍 更重要 比你 哇 花了多少多少时间 死毒苦辈 还不如 你抓到了一个技巧 然后你可以从 举一反三之类的 然后讲讲可以从中里面 抓到一些东西 就把一些基本概念 抓好了以后 诶 你可以 怎么讲呢 就是 技巧抓到啦 或者是说 你 去读重点 怎么读书 可能更重要 可能 也许你应该要去学的是 我要怎么样子 可以更有效的去读书 而不是 用力的 努力的 死背 之类的 或者是你看了很多 但是全部都没有读进去 那就没有用了嘛 所以这张牌 我觉得是要运用一些小技巧 然后小聪明 怎么样子 你可能要更了解自己哦 你的读书的 适合你的读书方法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是要找到你 你适合你的技巧 读书的技巧 让你就可以更能够 事半功倍 事半功倍 好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几小时天 如果你现在要找工作的话呢 未来几小时天 找到工作的几率是高还是低 有机会哦 Page of sorts Yes OK Yes 所以未来几小时天 也许你等了很久都没有回音 看到没有 这上面就写了一个 Delayed news 所以呢 你的这个等待 终于有代价回馈了 所以找未来几小时天 终于有回音了 你就松了一口气 就说啊 有了 OK 所以而且又是一个保健牌 所以真的是一个跟新闻 跟一些news啊 communication有关 所以未来几小时天 找到工作的几率很高 恭喜你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几小时天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呢 这个脱单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呢 OK 脱单可能性是高 这边是一个Yes 当然我必须要说 金币酒这张牌 通常都带 九号牌都带有一个独立 或自己一个人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所以呢 三号牌主 虽然你们抽到一个Yes 可是有点你们可能太过独立 或者是太过 不想要去求别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 你有可能会把你的桃花推出去 所以未来几小时天 你们反而要 有机会能够脱单 但是你们要学会 怎么样子可以去依赖别人 或适当的时候 求救 跟对方就是可以耍一点小赖啦 撒一点娇啊 什么这些 其实是对关系是有帮助的 所以不要太独立了 太独立自主 让对方觉得好像没有我没有差了 你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呢 那么这个脱 不是脱单 你们这个进到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呢 OK 未来七到十天 这个是保健四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进到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是比较偏低 目前有可能关系进入到一个比较停滞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不是往后退 但也没有往前 就是好像维持差不多 所以甚至有可能你们的沟通 可能没有之前一样那么的频繁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焦虑吧 如果你之前是沟通很频繁的状态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既然看到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就花这个时间去充实自己啦 或者是有可能你知道 我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像非常在那种热恋刚开始的时候 哇非常的 我不是也算热恋吗 暧昧我觉得也算 因为刚开始就会觉得 哇跟你聊天 就是可以聊一整天啊 都不觉得累 然后甚至牺牲睡眠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的话 也许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 好好的补个棉啦 好好的睡个觉 好好的休息 把自己弄得更好看 更漂亮 更帅啊 有可能因为对方可能最近很忙 啊像什么的 OK 但反而总而言之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暧昧状况 可能会比较还是会持续 或者是你会感觉到 比较停滞一点 然后可能没有像之前的 沟通这么的平凡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子 你不要自己把附加很多意思 哦比较没有那么平凡 就是他不喜欢了 这个这张牌没有任何喜欢或不喜欢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这张牌就是一个休息 休止 暂时停止的一个状态而已 所以解读的话 我就会觉得 未来七到十天就是暂时可能有点点 没有像之前那么的热络 但是也没有到完全的就是 No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讯息 哇 Queen of Wands OK 全帐女皇 全帐女皇的话 如果你们现在是稳加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这就是一个热情十足的一张牌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就是一个非常性感 非常的有吸引力 或你的对象就是对你来说 有很大的吸引力 很性感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们的感情非常的好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非常的nice OK 这张牌也是loyal kind 所有好的东西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没有什么大事 OK 你们就维持吧 OK 维持你们的热情对对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是这个复合复联的 如果你们现在是分手断练的状态 复合复联是高还是低呢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这个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比较偏低的 对方可能还在 对方或你可能还在就是 这张牌通就叫做morning morning就是还在悲伤 还在 还在恢复其当中 所以可能 当然啦会一直想着过往有多好多好多好 可是 你们关系可能有些东西 因为这张牌通常也有叫做是一个失望的部分 所以可能有一些东西的确是 对你或对对方是有些失望的东西点在的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 对失望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 所以暂时还是会希望就是 嗯 现在还需要一些回复的时间 然后以及 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弹文或什么的 所以之后如果好一点的话 那也许有机会 但目前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节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是来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们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财力的部分有没有可能会破财呢 破财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呢 有破财的可能性哦 这个是yes 而且破的财还蛮快的 速度很快速哦 这个有可能是在哪一些方面哦 第一个呢 你有可能破财的可能性是你在学习的东西上面 因为这个代表 这张牌代表有时候是新闻东西进来 news的进来 所以这个news代表什么 我觉得它也可以广泛的把它再往去做一个解释的话 我觉得也可能跟比如说知识啦 你知道了更多的东西啊 有关哦 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去学习了某一些东西 所以你的钱有可能是花在一些上课的东西上面 或者是你去买了一些书籍 买了一些 就是可以增加你知识的 增加你的见闻的 这样子的一些东西上面哦 那还有呢 也有可能这个东西你真的就是去买了一个什么app 有没有app 让你可以非常了解时事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张牌还有很快速 这个我觉得有点冲动消费的状态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如果有可能破财的话 就是你冲动消费的 你就看到一个东西 啊我好爱哦 然后你就觉得为了不要让自己后悔 就是或者是让自己想太多 当下就觉得我刷 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想要能够守住你的财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冲动 然后就先告诉自己说 让我想个五天 如果我五天后还是很一直在想这一点 至少这个是我啦 我有时候真的是当下好想买 然后但我就知道自己可能钱不够啦 或者是不应该啦之类的 那我就会忍痛把它暂时先放回去 然后就跟我自己讲说 我过我比如说明天让我想一天 或让我想两天 你也可以对自己很狠 让我再想一个礼拜之类的哦 然后如果还是每一天朝思暮想都在想它的话 那就是真的很喜欢很爱 那么这个时候再回去买哦 而且如果回去 我知道这个东西你还会担忧一个东西 就是那我回去了以后 结果没有这个东西 怎么办被别人买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如果呢这个东西 而且甚至就是就当下我把东西放回去 我就告诉自己说 如果等我whatever哪一天回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在这里的话 那它就是我的 如果它被别人买走了 而且这个东西真的就就怎么一件 或者两三件之类的哦 或一个就只有这个size whatever OK 看你想要买的东西什么 如果它就是没有了的话 那就是跟我无缘 所以即使我再喜欢的话 就至少我守住我的财啦 就是这样看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我给你的小建议啦 但就是这个有可能你会冲动消费 然后之后你可能就会想说 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破财的可能性是在这个方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适不适合做投资呢 可以哦 OK 你们很适合做投资 在未来7到10天 或可以去做投资哦 投资的东西是justice哦 跟平衡的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你们要投资的一些项目的话 我觉得我会建议你们可能 呃高风险的也买一些 低风险的也买一些 就是平衡的这个 然后可能中间的这种 呃不高不低的风险的 可能你也可以考虑 要不要就是买这样子的投资标地物之类的 嗯 或者这张牌也有可能你可以去做一些投资的东西 是投资 比如说跟人家一起合伙做一些什么东西 OK一起做一样什么什么样子的一个 也可以很小啊 像比如说像我现在跟我的朋友做podcast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时间 来金钱投资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也算哦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嗯 呃工作的方面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你们呢 我要工作未来7到10天呢 night of swords 未来7到10天工作的方面呢 呃一切的东西都会以飞快的速度进行哦 在工作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点动作太慢的话 就可能会有跟不上的一个情况发生 或者是未来7到10天 有可能你就会被大家逼着说 要快快快 这个东西我也要 快快快 那个东西我也要 就是你你瞬间要做很多东西 然后你的效率要变高哦 要不然很容易会被觉得被别人嫌弃说 哎扯扯后腿啦 或者是呃没有跟上啦什么 那当然这也有可能代表你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你就非常的没有耐心 然后你希望你所有的人都可以跟得上你 你所有东西都希望用快速 极快的速度去进行 有可能时间就是金钱哦 你稍微的晚了一点 可能这个东西就 或这个机会稍重及时之类的哦 所以在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工作上面还蛮紧张的 还蛮紧凑的 嗯 所有的东西 所以 嗯 动作要快 脑袋脑筋也要够快 转的要够快 马上可以 这个东西不行的话 马上可以有下一个点子地上 或者是下一个下一步 这个这一步不行 我马上有下一步 知道要怎么样子去走 所有东西都是要用 还蛮快速的方式去那个 执行或者是去行动哦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啦 感觉我这样讲了 我都感觉 哇压力好大 所以还有这个 这一方 这个因为是swords哦 是保健牌 未来7到10天 记得沟通的时候 要清除 OK 因为你 因为所有东西 要很快速嘛 但是如果你的沟通上面 却造成了一些误会 或对方的理解 有一些问题 这个反而会 drag你整个 进度下来 所以沟通的部分 也是要特别特别特别的 注意 稍微沟通不良的话 就有可能让你 没有办法可以很顺利的 去执行很多东西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有什么样子 要注意的地方哦 或需要 注意讯息 Four of Cups OK 圣杯4 所以未来7到10天哦 我觉得在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 你的学业上面的讯息 就是 其实有一些机会 会递给你哦 但是你可能会没有看到 或者是你太专注 在某一件东西上面 有可能有人 想要伸出援手 帮助你 但是你可能会拒绝别人 与千里之外之类的哦 所以 未来7到10天 嗯 不要 不要自己一个人 你知道 关门造局之类的哦 有的时候 适时的时候 哎 我自己一个人study完了以后 我可以再去跟别人一起交流啊 或看看 别人不同的一些 学习方式啦 或者study的东西啦 或者是去社交一下 其实也都挺好的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是这样啊 然后这张牌哦 我觉得 还是也有一种 就是 可以比较休息 因为你不觉得 他就坐在树下面 就是在一种 休息 休 休止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也是要比较注意一下哦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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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哦 嗯 在你 不注意的时候 或者是 或者你会 比较 未来7到10天 可能 我也不能说懒散 但是就是 没有那么大的心情 想要去做念书啊 或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就真的是会 也是会有一些 这张牌 因为通常就是要做 错失的一些机会哦 所以有可能 你会错失了一些东西哦 所以这个也是要比较注意的 嗯 所以可能未来7到10天 要比较积极一点哦 这个是我会给你们的 一个建议哦 抽到这张牌 积极的去读书 积极的去跟别人 social 积极的跟别人 交流一些东西 嗯 你们的学习的心得啊 什么的 可能会更有帮助 可以帮助你 记得更好 更劳一些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 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找到工作的 几率是高还是低呢 有机会能够找到工作哦 yes 而且对方 或者是这间公司 是那种方向照顾人 然后 非常的善解人意 非常的 干 干 干 是怎么讲 共 共情的这种 你可能这样 可能面试你的 或者这间公司 OK 的人会是比较 有同理心 共情比较高的 这样子的 所以 或者是这一个 这个 来面试你的 或者这间公司的 整个氛围 就是一个比较 caring的一个状态 会让你感觉 很安全的一个 所以 所以 这张牌的话 找到工作 几率是高的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 这个单身的状况的话呢 脱单的可能性 是高还是低呢 有机会能够脱单哦 yes 这个很神奇 过去好像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也是有 我记得也是单身 也是抽到这个 所以未来翘10天 脱单的可能性 是高 是高的 但是这张牌 可能你必须要 比较积极一点 或者是说 这个对象 可能有些人 不太看好之类的 所以你反而需要去 特别为他 站起来 说一些什么话 什么的 所以我说会 比较需要一点点 积极的能量 这甚至 我不是说 你要去 比较主动 或者是什么 当然看你啦 而且不管你是男生 还是女生 这张牌 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你可能 要采取 比较 积极一点的态度 积极的示好啦 积极的 可能 找到一些 可以 比如说 我现在只是打个比方 比如说 你就 你们聊天 可能知道对方喜欢了什么 然后你刚好 也是喜欢这个东西 或什么的 可能你就可以说 或者是 你完全不晓得 也没有关系 就回家的时候 你自己去查 然后就发现说 可能最近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活动 或者是干嘛 或者是 你们喜欢的餐厅 同样的餐点 whatever 可以说 我很想要去试试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什么的 主动的可以去做一些 示好的动作 我觉得可以更促使 这个脱单的 这个几率会更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 正在暧昧当中的话 有没有机会 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呢 有味 yes 这个就是一个庆祝的 你可能太开心了吧 就是这种 暧昧的状态 可以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 就去跟姐妹 跟兄弟们去 庆祝 去庆祝 挺好的 这一张牌 还必须要说 因为三号牌 三号的 所有的三号牌 都有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就是 其实有可能还有 其他的对象 因为你们现在毕竟是暧昧 所以有可能 你有其他暧昧对象 对方可能也有 其他暧昧对象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因为这边是yes 所以我还是要说 你们成功的几率挺高的 然后这一张牌也可以 就是真的是 一个庆祝的状况 但也许你们 其实是有其他 还有一些竞争者 可能就是 在暗中就 不太开心 有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 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呢 有什么样子要 这个 有什么讯息要给你们 OK 这张牌 是 魔术师 大家有看到吧 魔术师 OK 所以未来一小时天 稳交的话呢 有什么呢 你们就是可以 把所有的不可能化成可能 Magician这张牌 也是非常能够 甜言蜜语 能言善道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感情里面 你们的维系感情的方式 应该就是靠很多很多的沟通啦 讲很多很多 很sweet的话啦 很甜蜜蜜的话啦 或者是这张牌 如果要给你建议的话 也是就是多称赞对方 然后多感激对方 多跟对方说 哇真的是没有你 我要怎么办啊 之类的 我觉得甜言蜜语 谁不喜欢听呢 或者这种 会让对方觉得感觉 称赞的话 谁不喜欢听呢 所以这张牌 我觉得 给你们稳交的话呢 给你们的小建议 当然就是 可以多讲一些 称赞对方的话 即使这个不是 他的爱的语言 我觉得是人 都还是会喜欢听 好听话的 所以 而且这个我还有一个 给你们的一个小建议 就是 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呢 沟通的技巧很重要 这是一个 最近我感觉的一个东西 就是可能 像我男朋友 没有特别有 这样子想要攻击我的意思 可是他讲出来的话 就让我很有觉得 很有攻击感 然后我后来就有 跟他complain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觉得 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 他就说 可是我觉得我还好吧 没有那么那个吧 我就说 你讲出来的话 就是让我觉得 你就是一直在攻击我 这样子 然后说我不好 他说 我也有称赞你啊 我就说 但是你后面讲的 就不是啊 所以就是那个 你可以用讲一样的话 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 去说的话 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 去说的话 即使是批评的话 用正面的方式去说 也会让对方 不会有被攻击的那种感觉 所以讲话的技巧 真的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 给你们的小建议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桥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 这个分手锻炼的群组呢 那么你们复合 复联的几率是高 还是低呢 有机会 有机会 maybe 而且这个hier fan 有机会 而且hold on 是hier fan 这张hier fan的话 这张牌 就是要结婚的牌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蛮重大的一个决定 因为感觉 如果要复合复联 有可能这一次 就会比较认真 所以对方 或者是你 可能会再考虑 再想一下 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 这个是一个五十五十 那如果真的 决定要复合 复合的话 我觉得复联到 可能还好 如果真的决定要复合 因为这张牌 复合的能量 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真的有机会 能够复合的话 这一次就是 比较认真 可能是真的会是 比如说结婚 以结婚为前提 或者是 以这种 严肃的交往 为前提 认真的交往 为前提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会考虑的东西 可能会更多一些 但是是有机会的 好我们来看 不是来看 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 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 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 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